地方政府常常會透過像設定地上權或BOT的方案來籌措裁員 但是因為土地資產的處分 設定地上權或者是BOT案動輒都是30年、50年、70年 這個對於未來公共空間的使用其實影響市民的權益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欠缺公民監督或議會媒體的關心的話 在這個招標跟這個開發的過程往往引發很多的爭議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在台北市裡面 我們要講的這個個案就是廣磁、博外園區 原先做整體開發的這一個個案 那這個個案目前是設定 過去是用BOT 那麼現在是把6.5公頃的BOT的這個基地切割成三塊 單獨把其中的商業區做設定地上權的招標 設定地上權是50年 全域金的底價是100億 第一期收60億 第二期收40億 表面上看起來對於地方政府的裁員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這個問題 我相信裡面的爭議是非常非常多的 首先第一點 在過去採取全區開發的時候 因為必須考量到環境影響評估 都市設計的審議 還有包括樹木保護的問題 所以原先BOT的德標廠商博德公司 在這些程序上花了相當多的時間 而到最後被市政府以超過實現重大違約 來片面終止契約 現在台北市政府把這塊地收回來了 在去年決定了做分區的開發 它並不理會社府跟公園用地這個部分 只單獨做商業區的交標 這一塊地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有100億之多 不過因為是設立地上學50年 其實一年對於這個市庫的平均收益大概是2億元 當然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呢 我想這個代價非常的大 第一個是原先全區開發6.5公頃 就已經設定好是要挹注社福設施 局部性的來解決部分的社會問題 包括可能是老人的安養的問題 或者是住宅的問題 可是現在單獨招標並不帶有這樣的義務跟責任 我在質詢過程裡面 成人局長跟社會局長非常明確的知道 也答覆了 這一百億不會進入社福基金 這我想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因為它是分割開發 過去博德公司在BOT的案子進行的過程裡面 要花很多的時間去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都市設計審議跟樹保的審議 但是現在這個案子 它就規避了環境影響評估 根本通通不用做 回顧過去的博德公司 雖然被片面解約了 可是現在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已經下來了 市府是敗訴的 也就是博德公司主張當初市政府的樹苑決定 跟文化局環保局的處分寒都是無效的 那我們就必須要去質疑 當初我們BOT對BOT廠商的部分 我們要求它審慎的考量環境衝擊 審慎的考量 樹木保護跟都市設計審議裡面有關於量體 以及這個退縮 以及這個樓層高度相關的問題 可是市政府收回來之後 它就完全不用考慮 它就透過這些非常不具有正當性的分割手法 規避了環評 規避了交通衝擊的影響 也規避了對於地方居民參與的一個空間跟機會 單獨把它當成只是一個財務手段 更不要說這樣子一個財務手段 進入市庫之後 並沒有直接挹注在社府設施的機器裡面 因此我們在這裡提出非常沉重的呼籲 雖然財政局的角度跟立場 是籌措市庫的裁員 但是對於一個指標性的一個開發案 廣辭博外園區高達6.5公頃 它是這樣子的珍貴 是屬於市民共有的一個公共空間 應該朝向永續的一個角度去規劃 廣聽民意 能夠兼顧公共空間老數保護 跟社會福利或者是住宅問題的局部解決 對於商業設施的比例跟用途 必須進行適當的規範 而不應該在郝龍斌即將卸任前的五個月 很魯莽的 非常草率的 急著想把這樣子的案子招標出去 以便美化 郝龍斌市長在財政 以及在公營住宅樹木上的一個政績 這樣子的結果 一旦成真 對於這塊非常珍貴的基地 所以未來五十年 我們對於它的運用跟想像的空間 就完全沒有機會了 而這樣子也對於公共利益跟市民的權益 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呼籲 郝市長 財政局 可以在最後這幾個月 好好的來思考 是不是這個案子暫停招標 特別是我們要指出在園區裡面 因為現在因為分割完成 依照舊有的都市計劃進行道路的開闢 然而現在 都市計劃的變更尚未審議完成 而這些道路的開闢 也已經造成了當地的樹木的一些傷害 所以我們呼籲台北市政府 暫時停止招標 對目前所新闢的這個道路 以及樹木移植的工作 應該立即停止 避免這一個基地的開發 造成對環境的影響 對於樹木的傷害 以及對這塊基地 對於未來做永續使用的一個想像 我們再次呼籲市政府能夠懸崖樂馬 財政局能夠暫停招標 有所謂的 對的